演绎一场完美的心理层面情绪实验 如果你也有小孩情绪容易暴躁 不懂如何排解 那一定要来看 心理学家怎么解决这事件 如果有人恶意伤害我们 那要怎么转换自己的思维 这是一场超赞的实验 让我们明白 你的情绪不由他人决定 有一个小孩 他胖胖的 好多人都笑他 他心情很愤怒 只要有人笑他 他就打架 他妈妈就好心疼 去找老师 老师就跟他讲 你就不能不理他们吗 他们笑归他们的时候 你不管他不行吗 受不了他们就不能笑了 这个时候呢 学校请了一个心理辅导师过来 他把这个小男孩 另外一群经常嘲笑他的小朋友 叫到办公室 他说我们来做一个游戏 等一下呢 你们这些人可以尽情地嘲笑他 怎么嘲笑他都行 只是不能动手 不能碰他 等一下你坐在这里 听他们嘲笑你 如果五分钟的时间 不管他们说什么 也都可以不生气 你可以赢五百块哦 如果五分钟时间之内 你生气了 他们就赢五百块哦 这个小男孩说 如果我赢了五百块 我就想买一辆自行车 可是他们说我太胖了 坐上去轮胎就会爆 这个心理学家说 那可能你待会可以买一辆自行车哦 如果他们骂你 你生气了 这五百块就给他们 他们就好赚哦 既能骂你又能赚钱 然后这群同学在这边已经怎么样 跃跃欲试了 把你骂到生气 好了 计时五分钟开始 这些人倾其所有恶毒严来攻击他 请问小男孩生不生气 他就晃着两个小脚 骂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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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 我不会生气的 我有五百块 五分钟过去了 这些人骂得好累哦 生不生气 生气 五百块拿到了 然后这个心理学家跟他说 我们再来玩一个升级一点的游戏 等下他们要骂你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如果你不生气 你可以拿一千块 他说我想知道 如果你得到这一千块 你干什么 小男孩想了好久 他眼睛突然红了 他说我想给我奶奶买个拐杖 我奶奶的腿不好 他总是扶着墙走路 心理学家说 你真的是个好善良的孩子哦 我相信奶奶收到拐杖 一定是非常开心的 然后你们准备好了没 喝点水准备好了没 这帮已经有点气雷的了 没到十来分钟 已经累的不行了 最想到还在这边 骂呀 骂呀 十来分钟休战 一千块拿走 请跟着心理学家又跟他说 我们打个更好玩的游戏 两千块 敢不敢读 这两千块 维持时间是两天 这两天的时间 如果他们用刚才的 肥胖的恶毒的言攻击你 那么你可以决定自己不生气 后来这帮同学说 不完了 事情就这样 他过了好久 心理学家跟男孩子说 你是有权利生气的 因为有些事情 对你真的是造成了伤害 可是我想告诉你 你也是有权利不生气的 到底生气还是不生气 是你选择的 不是他们来决定你的 你猜这个实验 对这个男孩带来了什么影响 不是再也不生气了 而是他知道 生气是我选择的 所以在以后的学校生涯里面 肥胖这件事情 再也没有给他带来过恐怖 超赞的一个实验 我们不再尝试去改变 这些骂不骂我 而是我改变了 是面对他们骂我的态度 所以亲爱的 你永远是可以有权利 你可以生气 你可以痛苦 你可以悲伤 同时你也可以快乐地活着 那都是你的选择 没有对错 只是你想不想要罢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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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